去年的7月5号伦敦一家拍卖行 撤拍了这件咸丰皇帝御用的银蝙蝠 那是因为他们收到了圆明园的信函 咸丰皇帝御用的这件银蝙蝠高24厘米直径19厘米 它的底部刻有咸丰两年重30两足纹 据史料记载这件文物当年是专门为了咸丰皇帝的大婚制作 它的样子完全仿照战国时期的青铜蝙蝠 像这样的银纸蝙蝠目前存失的仅此一件 因为当年鸦片战争让中国的白银外流加剧 咸丰年间还一度出现了银蝙的现象 所以这件咸丰年间的银蝙蝠十分的珍贵 胡上的英文字母是当年八国联军安森上校抢劫圆明园时刻上的 大概的意思是 这是北京圆明园咸丰皇帝御用的银蝙蝙蝠 现在把它献给伦敦苏格兰的志愿者们 安森上校曾经作为洗劫圆明园的主力军 他将圆明园中大部分的精品文物洗劫一空 搬了三天三夜后一把火让圆明园也烧了三天三夜 1860年安森上校把所有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运回英国 并负责清脏拍卖销售 这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刺藏了很多顶级文物 1873年从岗位退下来的安森上校 在一次射击比赛中大方地拿出此件蝙蝠赠送给了比赛获胜的一支志愿者团队 直到去年消失了149年的银蝙蝠被志愿者团队负责人拿出来拍卖 想谋取暴命 虽然收到圆明园信函后拍卖行选择了撤牌 但这样的顶级文物很多人会收藏想必他们会进行私下教育 真不知道他会合适才能走上回家的路